早孕期间流产一般来说 也就是说在12周之前的一个流产 流产的原因是很多的 但是6-70%的一个原因 是属于胚胎本身发育的一个异常 当然的话 它可能胚胎本身发育好的呢 可能会有一些诱因 其中的诱因有哪些呢 比如说他上班非常累 而且的话他整天他要进行加班 或者的话他可能的话情绪激动 因为各种原因或者一些什么原因 同同事呀同丈夫吵了架 有的时候也会导致一个流产 流产的话一般来说他会有一些先兆 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 小匪隐隐不舒服的感觉 有人形容他可能是来大姨妈的感觉 或者是少量的出血 严重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会出现下腹的一个坠胀 腰酸这些症状都预示着 可能会发生流产 早期流产的话 它的原因6-70% 刚才说是与染色体异常是有关系的 在这种情况下 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弄来说 那就是物尽天则 适者生存 那就是说胚胎本身发育 有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不主张强硬的保 比如说我们好像用上好多激素呀啥的 去给它去保去 所以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态度是 基本来说顺其自然 如果我们检查发现 它有一些诱因的情况下 首先要去除诱因 然后的话可以给它一些激素 顺利免疫的一些治疗 웅 这也是 我从来订阅 未经许是 最后会犯〇 call